我血糖有點低 請推介一些能迅速補血糖的地方 再用來Google的總播 嘩 你那杯 是全英國最大的圖書館 這邊是極多的椰菜 剛剛咬了玻璃 這個牙真的好像... 浸了一隻鴨蠣的味道 旁邊有難吃 大家捉我的牙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V 近期很多人就談及AI、ChatGPT 工作層面上可能逐漸多了對AI的依賴 甚至乎學生、寫課、做任何研究 甚至現在有些人找工作 他們去寫GPT都會靠ChatGPT和他們處理完 工作層面上我們就越來越多依賴性 對於這些AI 但不知道日常生活上我們可不可以靠他們來找食 其實我之前也在ChatGPT問過 有沒有一些倫敦的地方推介我去 有什麼景點來問 用什麼方式去問呢? 他們繞來繞去都會繞去叫我去 British Museum 又或者是Take Modern 這些大路到不能再大路的景點 完全是英國旅遊局會推的 那些官方景點 所以我今天的計劃就是先出去 然後在那個地方再問ChatGPT 到底我下一站應該去哪裡 希望它會帶我去一些比較特別的地方 而不是那些超級大路的地方 大家一起陪我去跟ChatGPT那天 一天這樣 我身處在King Cross 我今天就選了這個做我的出發點 選這裡因為它算是一個中心點 而且假設如果你不是住倫敦的話 可能你在英國其他地方旅遊去倫敦 很可能你都會涉及到在這個站 即是倫敦的下車站 所以我就選這個地點去出發 看看它會給我什麼提示 現在有點厚渴 血糖有點低 看看它可不可以推介一些補補血糖的東西 我血糖有點低 請推介一些能迅速補血糖的地方 位置King Cross 他就推介了一些都不太吸引的東西 叫我去Pract Costa Coffee Essu Saintsbury 吃完Essu 我想我血糖更加低 和心情更加低 我就跟他說可不可以給我咖啡店 他就推介了幾間咖啡店給我的 四間都沒去過 都沒聽過的小眾咖啡店 Nooks或者Carafan 不要煩了 就選第一間 他說那裡有一些很推介的咖啡店 還有一些輕食 車站出來了 這條直路走 我叫我們 為什麼他不推介一些 就是車站裡面的咖啡店給我的 因為裡面其實都很多 我剛剛看Saint Pancras那裡 都很多一些OK的咖啡店 就是有Grind 有Paw 走走走來到真的好像商業辦公大樓區 這裡周圍的人的衣著都挺IT 一看就知道是做一些電腦科技那些 你有沒有什麼感覺 那些男人也尤其是戴眼鏡 但是戴繩那隻 不是那些Dude那些 比較Dude的是我現在 是不是環球Universal Music的總部 他就用來Google的總部 在英國 還有環球Universal Music的總部 根據他的推介 就是現在來到這一家的Nooks Coffee Shop 有兩層的 血糖低的人 可不可以不要走到外面 他外面不行 血糖低的人都不能在外面 他不是要自己出去點的 他是他服務的 原來是這樣 他的杯子真的挺漂亮的 這些是那些糖池杯 你的杯是什麼 Ice Rade OK的 甜了一點 你的杯 他的杯有點像燕釀 之前我好像喝得多牛奶 然後我不斷出風懶 所以我現在也盡量戒牛奶的東西 我懷疑這杯加了Cream 因為它是稍微滑 雖然真的甜了一點 但我覺得它比起 那些Starbucks Costa Coffee 那些Tri Latte 真的豪人很多 滑一些 而且如果早點 會有All Day Brunch 也可以試一下 如果你約了人 然後要等人 可能火車 大家在不同的英國地方 遷就不到 同一時間到達 坐十幾二十分鐘 等他們 過來這裡坐 我們下一站 是去哪裡 是中英甲閘地問他 我想他去德國 他推介了三個地方給我 第一個 就是British Library 然後他就說 這個British Library 有大量珍貴的 從書和文章 有莎士比亞手稿 達爾文筆記和印度古書 第二個他就推介了一個公園 我沒有什麼興趣公園 所以我就不認識他 然後還有一個 混河博物館 表解混河的系統和人民風情 因為下面那兩個都沒有什麼興趣 不如我們就去British Library 有莎士比亞手稿 我給他一個 Wanna leave everything behind If you wanna do Promise you We will be alright If it's you 根據這個Trash TV 我們現在就來到面前 一個的British Library 其實他就在這個車站 正正旁邊 真的挺近的 走不夠十分鐘 其實他是全英國最大的圖書館 與其說他是圖書館 不如說他是一個 也有一點是博物館 因為他其實舉行了很多的展覽 平時還有他裡面很多東西看 是有很多 譬如歷史的手稿 沙士比亞筆記 Donald Trump 演講社的記憶 超過一億件 好像的 不知是展品的東西 但當然是有購物 你可以看到 Library 圖書館 是有紀念品店嗎 還有他的開放時間到8點 還有很多上線 譬如假設你吃一個 早餐的話 整年都隨時可以過來 下層這裡就是展覽 那些博物館是獵物 然後上層就真的開始看書 你看這裡是全部古書 很多東西很舊的 就有一種樹 然後樓上就繼續是各種 就是你要自己去看書 當然也有人在這裡睡覺 這裡也挺好睡 因為夠寧靜 進來已經是達文西的手稿了 以前的人是不是無腦化還是怎樣 為什麼可以看到這麼小 要放大鏡才能看到 有浸了嗎 你說不可以嗎 浸了一隻阿伯地 醜醜的東西 也不是說針灸 他說針灸圖 絲綢之路回來的針灸圖 不是第一次來英國的遊客就可以來 你第一次來 我也覺得這個不是第一個要來的景點 不是說針灸的 由打火機來其實是USB 超漂亮的 全都是有去British Library的 Logo的產品 也挺漂亮的 這也是No wonderlick的 化妝袋挺好的 這兩行可以挺實用 這個很有趣 但是超不切實際 它是被你拿著iPad 或者拿本書去看 雖然超不切實際 但是收禮物會很開心 他說撕了這個標籤就會有一個 沙士比喇的文學東西 在裡面或者有壽司 這樣子 4薄也挺划算 送禮一樓 在這個Library出來之後 我們下一站 我覺得還是要吃點東西 我喝完一杯東西是有其餓 性價比美食推介 第一間推介就是 Franco Manca 第二個Gilbert Scott 是部份5分鐘英式料理 這間可以考慮 第三間是Dish Room Dish Room其實是很出名的 那間印度餐廳 其實我也吃了很多次 但是對上一次吃完之後 是嚴重腸胃炎 跟著是 上套下射噴射色的那隻 我不會選Dish Room和Franco Manca 其實坦白說 就不是很吸引的 我去介紹一些食物 反而想去唐人街吃過一隻蚊米 你破 你破解炸紙雞 破解遊戲規則 我一搜尋的話 沒有我找不到 沒有我找不到 那就是沒有料到 去查GDB你的東西都不更新的 我們現在根據查GDB 來到這一間的酒吧 全部都是老人 10秒後 都不行 裡面是太吵了 完全收不到音 還有呢 很大任酒氣 然後我看到有幾個人 已經有點醉醉醺醺醺 又是這間 我今天介紹過 第一間咖啡店已經問我 就是 麵有難吃 它所有的推介都是關於酒吧 我覺得今天是星期四 我自己本人喝上酒吧 幾經溝通膠著了之後 我們就決定去了 另一個推介的 就是吃德國菜的 都是在這附近 反正去推介的那些東西 看起來都不太適合心碎 還有我有問過他 推介一些日本菜給我吃 然後他全部推介都是拉麵 拉麵試過都不太好 給我一堆 10秒後 蛤 私行活動 CHAGVD推介的所有餐廳 不是公開活動 就是你沒有訂桌 是完全不用自己進去 因為今天是自己 每個人都吃飯 我最後是根據我自己的記憶 去找回我以前 讀大學的時候 在這附近宿舍的一間日本餐廳 因為它不是很大樓的餐廳 看起來外面是很少的 但我以前吃過大學 我覺得非常好吃 朋友的記憶就跟回那條路去找 它還在這裡 幾十年後還在這裡 盤古初開的年代 但進來就任錯了 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這裡都是我飯堂 所以每星期都有 跟同學來至少吃一次 我們當時覺得是非常好吃 否則都不會當飯堂 裝潢其實跟以前一樣 沒什麼變過 都是有點粒粒的 帶我男朋友來試試 走進我的青春 我的青春都沒有去的 因為當時 可能食物質素不錯 通常越上升的東西 就越有好吃 我以前是覺得很好吃的 那些卷蜜 炒的什麼什麼什麼 總之everything 我都覺得OK 但我不知道這麼多年後 就是出來工作 那個人又要求高了 串了 不知道還吃不吃當初的 好吃的感覺 根據我的記憶 我不知道現在還是是不是 這麼多年後 可能轉了手 當時這裡的老闆 是一個越南人 所以 他不是一個正宗的日本餐廳 第一次就是這個 Yakitori 照燒雞腸 好不好吃 好吃嗎 先試一下 超市的雞腸 這個樣子超似 超市現成的 那隻大茄吃 不是啦 是真的燒的 雞不算是很難 快想要硬的 但我接受到 味道有點辣 辣的 它灑了一些七味粉 挺好的 適合我七味粉 是真正亞洲人 炸雞扒滑蛋飯 然後這個就是我以前 讀書的時候 常常叫的 炒蝦麵麵 這個就是 Dragon Roll 它的卷物 印象中不錯 不過這個芥末的顏色 好像有點怪怪的 哇 我期待這個 這個就是我以前 讀書時期經常吃的 很喜歡吃的 海鮮炒蝦麵麵 嗯 好吃 還有那個味 我最欣賞的是 它裡面有很多椰菜 所以感覺上很健康 上面的甜鹹度 我覺得適中 然後 也有一點鍋氣 還有是 亞洲人炒的東西 絕對不是鬼魯 龍捲中間就是炸蝦 然後有鰻魚 還有牛油果 還有一些三文魚漬 嗯 嗯 好吃 坦白說 我是 近來來到英國 我覺得比較像樣的 日本菜 可能要少少 扣一分 就是 它的飯有點嫩嫩 還有飯 也有點 軟的 整體是 醬汁 炸蝦 還有飯 魚 完全是 恰到好處 很好吃 我絕對會再次回來 幸好它沒有醬汁 它的醬汁 這麼醬汁 它都沒有醬汁 可以在這個 Kings Corsair 有少了到 有沒有人讀 UCL 有的 是不是你也吃 你也吃 給我 給我五個 從小到大都不太好吃 所以比較少點的就是飯 它就叫了 炸雞扒 滑蛋飯 我就試一下 這個我覺得麻辣 因為炸醬 有點太厚 還有跟雞筋 總之它炸得不好 只要滑蛋和飯 再加上應有的蔥 都挺合 但這碟飯 在這麼多碟之中最不好吃 炸賺自己 從小到現在都這麼有味 當然是沒有喊過飯 因為暫時桌面上吃過的東西 我覺得最好吃的就是Dragon Roll 第二就是我的Yakisoba 我覺得飯可以來到這裡不用喊 就是喊炒的東西 烏冬也不錯 湯烏冬也不錯 所以大家真的可以來試試 剛剛咬了玻璃 我剛才咬到牙齒 很棒 很棒 這是玻璃 這顆東西是 我還可以爽讚 看這顆玻璃是怎樣出現的 超怕的 看我盛讚它 之後竟然會發生在我身上 那顆玻璃 幸好我沒有吞下去 我突然咬一咬的時候 嘟一聲 我的牙都咬到 我牙都有點怪怪的感覺 不會崩了 糟了 英國看完沒有吵架 我剛才跟她討論 說這顆東西真的值得100分 想不到 說完100分 大概到10秒之後 就發生了咬玻璃的事件 現在我喊得好像怪怪的 我跟她的老闆說這件事 然後她就說 檢查了之後 原來是廚師炒東西的小碗 脫了碎片出來 掉下去 她也挺抱歉的 你寧願吃津仔 還是吃玻璃碎 她真的當場吐出來 吃糞便還是吃玻璃 但怎樣可以廚師的範圍爛 爛哪部分呢 範圍爛是玻璃 很興奮我不要吞下去 今晚NHS結 看你還沒死 應該都排8個小時 明早才可以處理 但事情也要繼續進行 我已經是來到這個 炒雪糕環節 說多無謂了 進入下一步 就是炸雪糕 全部掉下來了 慢慢咀嚼 這個叫Tempura Ice Cream 裡面就是雲尼拉雪糕 裡面就是天婦羅漿 它的漿真的簡單 天婦羅漿並不是有什麼麻糬的 雪糕也是普通的雲尼拉雪糕 上面灑了一點點 士多啤梨醬 不溫不火的位置 天婦羅是熱的 所以加起來就是蠻特別的好吃 真的很難作用 因為雪糕裡面 包在天婦羅裡面 它像是一種種的形狀 比較出面吃不到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如果要來的話 就必定點 我以前小時候 一定點這個 我的牙齒真的好像 有點彈彈的 心理而已 我買了真的要看牙齒 真的軟 如果大家隔幾條片 看到我第一次去英國看牙齒 那你就知道 跟這件事應該是有關的 有沒有人在英國補過牙 我可以分享一下你去英國 自己自費去看那些私家牙齒 吃完走出來 立即快到這裡有間牙齒 除了玻璃事件 其實我覺得它的味道 真的非常好 即是亞洲人做的日本菜 當然你不要用什麼 Omakase 米枝連質素的那種 來評侶分 那當然不行 你看到玻璃事件 自己就 小聲一點 咬東西 摸得清楚一點 摸慢一點 不要吞掉它 最重要的 可能對我來說 就是有一點情而結 因為我小時候 讀書的時候在這裡吃 覺得很好吃 到今天我都在味道上 覺得OK的 即是我也搶不下 那個玻璃位 真的搶不下 但它的味道真的沒有什麼 生命危險 真心如果玻璃是尖的話 穿條舌 穿舌舌 總結來說 其實我也覺得這個Jet GPT 有小隻半幅 它推介的東西都是非常大的 小眾推介 但它也是推介你來來去去 又是叫你去去去的 公園 絕對不會說是 發掘到一些新的東西 它那個時間 也不是說最新的 都是2021 2022的最新的 我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今天最難忘就是 拍了玻璃 幸好 人就沒有大愛 大家抓我的牙齒 好啊好啊 拜拜